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在上个礼拜本席也接到民众的陈情 就是我们国人到美国办理签证 签证了手续费的问题 因为我们手续费是用美金划算成台币 然后再由民众用划播的方式汇到AIT他的账户里面去 那么目前有反应 民众有反应 本席也跟外交部在联系这个问题 那么目前以观光签证来做例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手续费是140块美金 那么按照AIT他们所公布的换算成新台币的价格 是4340块新台币 4340块新台币 换句换句话说 AIT用的是1块美金换算31块台币 1块美金换算成31块台币 可是如果说我们以4月15号的排高的汇率来看的话 实际是1块美金是29块新台币 换句话说 AIT在手续费上 4月15号就超收了我们台湾民众250块钱新台币 250块钱新台币大概可以买 至少可以买三个便当 买三个便当 那么在我们高雄的话可以买到四个便当 五个便当对不起 在我们高雄可以买到五个便当 民众表示这样子的超收手续费相当的不合理 相当的不合理 那么本系在上周就已经联络了请外交部 赶快跟AIT联系 因为这个汇率手续会换成台币调降的事情 过去不是没做过 那么而且呢 AIT他们宣称要 百分之五才能调降的幅度 其实已经到了 那么我不知道现在 外交部和AIT就手续费调降的事情 协调的情况是如何 民众都在关心这个事情 报告委员 我想先把基本报告 是不是您事件容许我们北邪的秘书长上来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百分之五 美国它是个全球规定 它不可能为了AIT或者台币 对美金升值贬值 做这个调整 那么他们现在我们已经提出关切 那么他们现在这个做法 基本上 他这个如果收140块钱 我们一定是对等 他如果收多少 我们也收多少 相对处理费 那他大概什么时候 今天才把这个东西降下来 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我们给美国的免签证能够办到 那么就省了这个钱 我就知道你会提到免签 免签的问题就提到牛肉的问题 我后面还在请教你 好好好 但是现在免签是一个目标要做的事情 从这个事情来看 免签是要赶快去实现的 对对对 是不是 但是我要先看眼前的问题 那么外交部 北美事务协调会跟AIT 协调情况如何 好 我是不是请北协 他们直接负责跟IT打交 北协是不是 请北协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向委员报告 我们跟AIT联系的情形 实际上在三月间的时候 当这个新台币的汇率 跟美元的兑换汇率 已经降到29.5的时候 我们曾经跟AIT联系过 那么他们的说辞是 每个月做一次检讨 如果说到5%的时候 他们会做调整的安排 那么在委员您在对新闻界 有提出来民众关切的时候 我们也立即正式的去喊 向AIT表达外交部的关切 那么甚至于在昨天中午 我还曾经跟AIT的副处长 Eric Madison 中午在一起 我们还当面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他们也做这个很慎重的 在做这个检讯 至于说什么时候做调整 因为到月底 我们也许希望他能够做一个 适当的安排 那么就是四月底 对 没有几天了 没有 这个我不敢保证说 他们一定做调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这个Eric Madison 他的副处长 特别说明这是他们的这个权责 外交部的关切 他们了解 他们也会注意 做这个审视 那么得到 什么时候得到这个确切的答案呢 他们会做适当的公布 但是对委员的关切 对民众的关切 甚至于外交部的长官们的关切 他们非常了解 这个 还不这个回应 AIT的答复了 当然 本系了解 AIT在最快的时间 很重视这个事情 那么这种表现呢 很重视 很关切 本系非常肯定 外交部第一时间去跟AIT联系 本系也非常肯定 但是呢 如果没有明确的答案的时候 这个肯定就要打对子 不必让你了解吗 民众现在看问题的时候 他知道 有马上处理 立即处理是对的 第二个 他们要看到的是答案 我这里给您看一下 你看 过去到现在为止 民国99年 光5月10号 AIT就调降一次 5月10号 99年5月10号 99年6月4号 他马上又调降一次 换句话说 99年7月1号又开始调 换句话说 过去 他确实一个月检讨一次 可这一次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他还没有处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 AIT的答复 跟他过去 从经验法则的潜力来看的话 他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立刻做处理 那么现在 没有做处理 大家都关切这个问题 这我刚刚提到了 250块钱啊 在我们高雄可以买五个便当 那现在 要考虑到台美关系 那刚刚市长 你提到免签啊 那是最好的 能够马上掉下来了吗 我们觉得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 在这个前段的时候 外交部要积极去争取 要把这个立场表得很亲切 同时 我也愿意做坏人好了 又再办一次黑点 好不好 我们立法院已经 把民众的意见 都已经反映出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 很重要 很重要 不要看哦 很重要 马上处理好的话 民众对外交部又是加分 绝对是加100个百分比 100个你知道吗 免签如果拿到的话 市长 那你不得了 请总统颁发勋章给你 好 副部长你先请回座 外交部也是拿勋章的 外交部跟国务部一样 办成了要拿勋章章的 是不是 我们好像很困难 我给您报告 我觉得今天不只是个钱的问题 当然这是美国的权责 他今天如果 我想我们可以保证 就是说我们会积极的 跟IT交涉 那么降不降 是他政府的权责 但是我觉得今天 不只是个钱的问题 如果我在这边公开的宣布 有民众觉得 他申请美国签证 不是钱的问题 他对态路粗独的对待 或者去排队很久 或者他有一些不公平的这感觉 我们也欢迎向外交部提出申诉 我们向跟美国人交涉 虽然说签证是他的这个权力 主权的形式 但是他在我们这边 那么我们也有责任 让我们民众觉得 他受到美国很尊严合理的对待 那么最尊严最合理的对待 就是很希望能做到免签证 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想我们朝这个方向做 倒过来讲 市长 你的话我同意一半 倒过来讲 他如果能做到免签的话 这种尊严跟对待 我们充分感受到美方的善意 但是二方面 免签没有拿到之前 没有做到之前 这个手续费 对 没有调降 会让我们民众感觉到 很难感觉到 他的善意跟诚意 您了解了 我想我可以继续教授 我刚刚讲过去有这个例子 所以再一次 这个事情重不重要 你看我的时间都花在钱上面 人事的问题 一楼做的事情都不用谈了 你看时间都到了 好吧 不过再一次 市长 是 我是把民众的心声 谢谢你 这250块钱 不要小看 是 其实在民众的感觉 这里面 是 对于台美的关系 对于外交部处理 这事情的态度 他们会感受很强烈的 好不好 我想 请教你 这个事情可能要你亲自出面 你亲自出面来处理 好不好 是 市长 谢谢 你亲自出面来处理 好 谢谢 就像那时候美国要关掉签证 那时候因为那个日本正在 我们马上周末就交涉 礼拜一后来又开了 我们已经积极处理 谢谢您的 讲实